Google Play 客座編輯推薦 探索更多遊戲 盡在Google Play 最近不知道要玩什麼遊戲嗎 Google Play有超級無敵多的遊戲 等著你來挖掘喔 今天跟著我們客座編輯推薦 探索香腸派對 一起來場歡樂搞笑的大逃殺吧 Google Play 客座編輯推薦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我不喝拿鐵 今天我們有一個來賓 欸 大家好 我是平 欸 大家好 欸 哪裡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款厲害的遊戲給你玩吧 大逃殺遊戲 有食物 我給你一個提示喔 雞蛋拿槍花應該換五帥 應該是雞蛋 雞蛋的朋友 香腸派對 好 是香腸派對喔 沒有錯 角色都很可愛耶 他有分單人雙人跟多人組隊 然後一樣是你可以配對到隊友後 到遊戲裡面去進行大逃殺 他遊戲裡面有比較特別就是身份卡 你可以變成像神王一樣的能力啊 用一些技能去擊殺的人 沒錯 而且他裡面還有比較特別就是還有神秘道具 像有些聖劍或摩托刀 如果你可以搶得到的話呢 你可以拿更強大的武器來擊殺你的技能 好啦 你不要講那麼多 直接進去玩一把不就知道了 要不要來挑戰一下 不要 擊殺三個人 你是好擊殺三個人 不行啦 只有我挑戰不是那麼公平耶 你殺三個人 然後我用比較不常拿的武器殺三個人 這樣就比較合理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玩吧 Let's go 真的是開派對耶 好 開始喔 我們可以先按以我上角一個地圖 你可以看到整個大地圖 反正你是跳膽隊長嘛 我們直接跳彩虹神殿吧 好可愛喔 他這樣我抓著你的腳耶 再來我們準備要降落囉 降落就開始自收武器了 沒問題 滿地都是槍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看到狼王身份卡了 你可以撿起來了 我看到我這邊畫面上 這邊上面有紫色的東西 這個就是變身的這個技能對不對 它會有個CD值 CD值到以後就可以使用它的技能 設定上來講 如果你準心瞄到敵人 它也可以幫你自動射擊 所以對於新手的入門是非常輕鬆的 你知道我現在想要把狼王卡換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看到甜心身份卡 甜心身份卡主要是輔助用的 好沒關係我輔助你啊 有敵人來喔 蛤有了喔 對有敵人 打拿鐵不要打我拜託 我是無辜的 我先打倒一個 我現在還沒有撿到我比較少拿的武器 那你那個算我的人頭好不好 可以啊你來我這裡啊 等我一下我把他抓給你啊 不要說我沒有照顧你啊 該照顧還是有 來吧你把他解決定 真的 你可以把敵人這樣抓過來喔 沒錯這是板架我們敵人的意思啊 我比較少拿爆炸弓啦 我看一下哪一個像爆炸弓 你看我你看我 玩下去後有分身 有沒有 這是銀武者的嗎 對銀武者的身份卡 當你使用銀武者的身份卡後呢 就會很多分身 然後敵人會不知道我是哪一個 那他們會射擊嗎 不會他們就是分身啊 早上可以讓我飛到比較高的地方 哇塞 像蜘蛛人一樣 我現在拿不到我要的武器 有人在射我 有人在射我 救命救命 把你打倒了 我跑啊 趕快先補 趕快先補 因為我也損很多血 我損了一半的血 有一個傳宗大砲 你有做到嗎 發射 快速跑圈 所以他還有這種傳宗大砲耶 而且還有更特別的 你知道我這邊了嗎 我到了 你有鯊魚 你有鯊魚耶 快上鯊魚 一起逃跑 這是海王卡 海王卡的一個技能就是可以召喚鯊魚 可以依照你現在遇到的狀況去換身份卡 大魚可不可以撞口喔 你會比較容易 我會被他踩死 真的假的 這個恐龍比較強 這恐龍就是 你怎麼把我包起來 不小心了 你怎麼把我丟 而且 我變成小妹妹啦 我變好可愛的這個小妹妹喔 你小心 你不要往那邊走 你會死掉 救救我 沒事沒事 我把你抓起來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公主抱耶 我抱著你走 他要一半把我丟到下面 會踩死 我們就結束了啦 提人先收掉啊 快點 我要死了 我們被暴火了 快點 我要死了 太扯了 我死了 沒事沒事 我還可以救你了 這邊有一個復活台 有看到嗎 喔 拉霸機嗎 對這拉霸機拿到你的復活幣以後呢 就可以到這地方來復活你 快快快 我覺得你對我這麼好 我不要給你什麼任務了 你就保護我到最後好了 我也這麼覺得 而且感覺 爆大功好像真的還蠻難拿對不對 對 他有一定的出來的機率喔 趕快走 好你要看圈喔 上面那個圈藍圈在說 你要趕快走 我看到一台 一台車車 一台車車你可以開啊 他裡面的載具 基本上看到都可以開 應該不用我照顧你喔 你先照顧好自己 不用擔心我 我們決勝見 不是你看我 我知道你卡住了 你還是下來吧 敵人來囉 我可以丟個防護罩保護你 我來走 這又是你的身份卡嗎 對 海玩身份卡的第二個能力 喔 我也想要再換一張新的身份卡 敵人交給你殺 謝謝拿鐵 剩下兩個敵人喔 剩下兩個敵人喔 剩下兩個喔 拉死抖了 拉死抖了是不是 對 沒問題啦 不好意思 我們吃雞了 贏了 不錯喔 新手玩得很好了 以新手來講 你已經玩得很好了 那你剛剛玩完這場 你就有什麼感覺 最酷炫就是 絕對是那個身份卡了 我一直以為他可能只能綁定一張 就是我只能當一真場的天心 但其實像你剛剛就是 隱分身在換 然後又可以換這個 海王卡 他是一款很歡樂的遊戲 所以大家玩這種遊戲的話 我比較沒有壓力 我感受到歡樂 他除了倒地以外 還非常的酷熟 變成小廠長很可愛吧 對我剛剛覺得 真的超可愛 而且你還可以把 敵人拉過來給我殺 敵人如果要逃跑 我們可以把他抓來給你 讓新手一點體驗 他們一起去其他就是 去位競賽 或是跟別人互動的一些模式 有喔 他這遊戲其實有非常多的小模式 有個階級排隊 這邊的話有狼人排隊 你可以變成狼人來抓敵人 就是去位模式 這邊還有快速排隊 團隊機鬥啊 而且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到社交這個欄位 這邊的話 還可以成為你的CP好友 CP好友 而且你可以長期組隊的話 還可以有拍檔 死檔 閨蜜 而且他這遊戲呢 套裝有上百種 你可以自己去搭配你想要的補裝 八月份呢 還有推出新的七系套裝 跟魔術師的套裝 七系跟魔術師的 你可以自由的搭配 然後到戰場上 成為最帥的香腸 可是就不知道 你有沒有回到最後 欸說什麼呢 謝謝你推薦這麼好玩的遊戲 我們等一下再來打一場 沒問題啊 等一下可以帶你來玩 最新推出的恐龍島場景 而且近期呢 還有大型的慶典活動 有非常多的免費福利可以拿 大家趕快上線 領好領滿喔 而且我剛剛好像在商店裡面還有看到那個限職五折 那個特惠這個禮包 對不對 有那個兵分鑰匙跟那個糖果特惠禮包 限職五折欸 那我要趕快提升我的香腸的美味質囉 那哲平你知道 在Google Play下載遊戲消費 都可以獲得Google Play POIS嗎 我知道啊 我自己也很常在用 可以拿來換取各種遊戲的商品貨幣 或者是Google Play的抵用機 超級方便的啦 看來你也是越懂越懂的囉 大家快點來 Google Play下載香腸派對 一起體驗這款 好玩又有趣的遊戲 我是我不歡拿鐵 我是子萍 Google Play 客座編輯推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現在上Google Play 糖果禮包限時優惠五折器 還有繽紛鑰匙禮包 超豐富香腸造型一次擁有 Google Play